每月2萬台幣投資加密貨幣 漏深實測買房 挑戰全紀錄我們看一下 目前投資績效 -50.59 我看他們買的幣其實都是還蠻新的 代表他們追最新的信息的能力 還是蠻強的 如果你進入到死亡螺旋週期 在市場上所有的新項目 都有可能 哈囉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五線上場 我是Ted 我是亨利 我們今天有一個新系列節目 叫做 會在這一系列節目裡面探討的主題 都是從譬如說 Dcar Mobile01 PTT 這些大型的論壇上面 擷取出來一些我們認為討論度高的 那希望說大家未來 也可以在三五FB的線上討論的社團裡面 大家也可以持續的討論下去 然後原文的網址 我們也都會貼在資訊欄 大家也可以上去嘴好不好 今天第一集 來賓是我的弟弟 之後希望也有機會 敲到一些其他網紅來做來賓 就是討論一些 真的在住房或是居住上面 大家比較在意的事情 每一個人點是不一樣 就廢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進入第一題 買房後沒有娛樂好嗎 小弟夫妻兩個月收入約9萬 在台中自產 四年前買房有長輩幫忙投期款 但是首養把頭期拆兩份 買了兩間 兩間都是新產物 一間出租一間自住 這幾年生活過的時候 很像清教徒沒什麼娛樂 休假就是偶爾登山露營嘛 吃大餐就是吃爭仙 閒聊一下賣一間還房貸 還是繼續撐比較好 他覺得說油減入奢很容易 油奢入奢很難 很怕破功 雖然壓力很大 有時候有身心症狀 常常失眠 回頭看還是生了四年了 槓桿開好開滿 兩間合計 一千五百萬貸款 當然賣房再找標的也行 只是沒有頭緒 你看他剛剛已經說了 撐了四年 我覺得他身心狀況是有風險的 如果他生一個病 生一個大病 然後需要個可能 五十萬一百萬 他可能短時間拿不出來 他自己說嘛 他槓桿開滿了嘛 所以就是說 他們沒有多餘的錢 那如果一出事 那他就變成是 一定要被迫去賣房子 那當你被迫賣房子的時候 價錢就不會好 對吧 因為你賣房子也是要慢慢賣 所以他保險包含 我買好買滿 我不是賣保險 但是在這一個案例裡面 其實保險對他們的家庭 是重要的 不是說不能開滿 當然開滿就要先買保險 其實跟投資要買保險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種狀況不太健康 因為就算身體不出問題 那心理出現問題的時候是最難的 所以如果是我 我可能會選擇買掉一個 就是讓自己舒服一點 這個部分我覺得 他的行為應該算是把 買房子當成投資 如果他在台中 因為台中有很多區塊 假設不管啦 七期、十一期、十四期 其實這四年來 絕對是有漲幅的 但如果他買的是十一期或十四期的話 台中很多地方 那個漲價的幅度是很多的 兩倍嘛 所以照理說 如果他當初買對的話 顯然賣掉一間肯定是safe的 對 我也這麼覺得 我覺得他把第一間賣掉 然後呢 再去基期低的地方買一間投資 如果他還想要靠這個投資的話 假設譬如說現在台中市區 就是七十四到塊都那一環 你都買不下去的話 你就去買海線 因為海線現在還有十幾二十萬一瓶的 你說海線有沒有空間 我覺得基期低就還是有機會 如果你現在買到台中一瓶 五十幾萬、六十萬 像我們之前介紹那Vision360 這種我覺得他的空間已經很小了 那再加上我負擔的貸款會很高的時候 確實給自己造成很大很大的壓力 對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要買一間 對 如果我假設在賣一間的狀態下 我覺得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籠子 他又說 由奢路減難 他很怕破功 就是說 他現在是很節儉 所以才可以把槓桿開滿 我覺得可以改成 你先開到七成 或開到八成 試試看會不會平衡一點 如果你把一間賣掉了 把自己的生活品質稍微提升一點 出去交到朋友 看看有沒有機會看到不一樣的世界 所以我說 這也可以讓小朋友過得爽一點 然後把小朋友送去一些 可以交到朋友的地方 也不錯 我為什麼這麼說 是因為我們小時候 過得我覺得有一點慘 對 我們小時候也是很節儉 非常非常難過 應該多給小孩利用錢 然後讓他從小的時候就 學會花錢 用錢觀念會比較好 九萬塊還是很堅啊 一間房子他的貸款 如果是七百五十萬的話 我覺得沒有那麼緊啊 可以啊 在台中舒服的 好 再來看到一個節目 我們家有幾片很大片的玻璃 以往都是用清洗大樓 外觀的時候才順便洗 但是幾年前不知道什麼原因 社區再也沒有找人清洗的 因為這廣尾會管理不當啊 所以幾片大玻璃就一直 持續的累積灰塵 而且窗戶外面就是雨著沒有任何欄杆 小弟也不敢直接爬出去清洗窗戶 因此我之前一直在注意說有沒有洗窗戶機器人 那在百貨公司也有看到其他洗窗戶機器人 那那種是在玻璃的兩 所以就是一內一外啊 磁力的那種 這個我之前在網路上看到很多這種廣告 好 那講到這個洗窗機器人呢 先講他這個大樓那種很大片的窗戶啊 或者是商班那種玻璃圍幕 這個屬於大樓的外牆 這個一定不可能是我們自己用洗窗機器人 就可以處理的東西 所以大家要先區分哦 家裡面不是每一個窗戶都有辦法清理到外面的部分 如果你房子或是你的辦公室外面是大面積的玻璃材質的話 廣告委會不是收很多管理費嗎 他可能半年或一年要做一次清理外牆 清理外牆不是只有清理玻璃而已 清理外牆是連瓷磚或石材都是要拿一些藥材或是噴水柱去清理的 玻璃在一個室內空間是可以讓人做心情轉換的 可是如果玻璃在那邊都是灰 那心情是越來越差而已 但是還想說為什麼要用擦玻璃機器人 其實每一片玻璃的厚薄度又不一樣 那像我們這裡面的玻璃就稍微薄一點 外面落地窗的玻璃又很厚 然後有一些就是落地窗又很高 就我還要拿樓梯站上去擦 擦完又下來看一下有沒有擦痕 那這樣不是很累嗎 所以說第一個擦的一定比我們乾淨 第二個如果你爸爸媽媽年紀大了擦高一點 這對他們來說都是風險 就是讓機器人去擦 機器人摔壞就算了 可以請人家來擦 因為請人來擦 你就要擦外面叫他出去 他掉下去也是大麻的 不會啦 他不需要出去外面的擦 他也是用磁鐵的那個東西這樣弄啊 可是要花錢啊 人工很貴 我們一台擦裝戶機器人才一萬三千多塊 就進入我們今天的業配階段 有一個超級強的擦玻璃的機器人 BANG ECO BUS 簡單的跟你介紹一下 以前剛剛有看到那種10C的有沒有 但是他這一台不一樣 厲害之處在於說他是真空的 再來是他的主機 然後這個是他的電線要接的電線 然後這個是他自己專用的清潔機 那我現在插個墊給你看 可是他這個東西上面有貼那個呢 這個就是卡點吸得紙 這個可以用嗎 一般的我不敢保證 但是這一台就是專門 為我們公司這種有貼卡點吸得紙的玻璃也可以使用 這個就是扣在一個地方是可以固定的 譬如說扣在這個上面 大樓外牆掉下去至少不會那個啦 室內不用擔心 室內我們幾乎是用不到那個東西的 這一塊布是可以先洗過的 他也有附這個涼杯 這個涼杯本來是可以裝他的清潔液的 但是因為我們玻璃有鍍膜 所以我們也可以直接用清水就好了 電源在這 使用機器人之前 請確保除水器中 以裝奶Ecovex清潔容易 你看 突然就可以了 你看 還有噴水 噴我們剛剛倒進去的水 他剛剛在這個上面是可以黏得住的 他自動偵測到邊邊了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這片玻璃 玻璃非常大片 他過不同的材質他也可以 對 因為像我現在這個是大面積的玻璃 如果說小面積的玻璃 那對他來說就更容易了 他為什麼不下來他一直在上面 來回才算一個run 這個比較厲害 這個無接縫的哦 知道他是空的哦 大概就是掃地基線的概念 只是他直立的 再來跟大家講一下 他也有APP 因為你看他已經爬那麼高了 假設他在最上面的時候 我突然要叫他停 是不可能的 我一定要有控制器嘛 如果他在很高 我突然叫他暫停 我就按這個暫停鍵 他很直關 但他這個停的話 你就不能用那個 因為他應該是設計就是說 一定要手動 對 先拿住 按住不放 哦 欸他這樣就關了 欸他自己就沒有吸力了 感謝今日乾爹智慧機器人領導品牌 EcoVax 柯沃斯 再過去擦窗戶 往往是居家清潔 最容易被忽視的一塊 今天這台Glade Sport W1 Pro 擦窗機器人一鍵解放寬過視野 作響家中百萬窗景 首創雙向交叉式自動噴水系統 廣角的噴灑範圍 除了覆蓋的清潔範圍更完整以外 更可以根據窗戶大小 選擇噴灑水量多廣 而內牽涉的水箱 一次可以插完20平方公尺的面積 當遇到液長或者是清潔液不夠 也會即時的透過APP或語音提醒用戶 同步搭載WINSLAM 3.0智慧系統 能夠快速判斷玻璃的四周邊緣 規劃有序的公置路線 減少漏差以及重複擦拭的機率 並擁有三種不同的清潔模式 快速、深度、定點 針對不同程度的髒污 適應不同的清潔場景 智慧系統更可以防碰撞、防止漏少 適用於無框的玻璃 清潔完成後也會自動返回起點 讓大家更方便拿取和收納 另外每台出廠的機器人 都擁有八重的安全防護 全面的安全保障系統 帶來全方位的安心體驗 窗戶明亮、綻放好心情 簡短念一下這個大意 他說小弟跟女友月收入都有3萬塊左右 3萬塊左右真的很難買房子 家裡有房子 爸爸突然獨自偷偷賣了 然後手頭上有現金 所以想買另外一間 可是因為已經退休了 沒有辦法貸款 媽媽也退休了 弟弟又沒有穩定的收入 就是沒有扣角平單啦 所以目前只有他自己的財務狀況是穩定的 因為他有正常的新轉 沒有信用不了紀錄 所以他可以貸款 那用他的名字買 可能利息低貸款乘數也相對比 家中其他成員高 他付投席款500萬 剩下1000多萬 我繳20年或30年一個月繳4萬 那他衍生的問題就是說 反正他貸款還要有連貸保證的 那寫他爸爸 那他爸爸有洞產有存款 那買房子的所有的名字 是寫他跟他弟弟共同持有 而且共同貸款 所以他跟他弟弟各付一半的房貸 他也一起坐在那邊 那以後兄弟各自結婚了 要給弟弟 那他自己結婚的話 要另外再想辦法自己買 所以他就說 他爸媽比較疼他弟弟 然後爸爸會還給他繳的房貸錢 錢繳多少還我多少 等於說只是借他的名 借他的時間 借他的錢 借他的信用去幫他買房 壓低利息 拉高貸款的乘數 因為他現在弟弟收入不穩定 又沒有存款 雖然說捷運站附近的預售屋 不會漲價 可是如果他答應原本他計劃兩年內結婚 那他可以多少年內買到第二間房子 因為收入不是非常高 怕是答應了 我借出我的名字 時間 金錢 信用 還在繳第一間房貸 就怕不能買第二間自己的新婚房 那還有如果爸爸付還給他的話 理由是養育我長大幫付學貸 所以他就只好認賠 他說請問各位大大卡友們 該怎麼應對以及處理 該如何談條件 談我的保障 白紙黑是說清楚嗎 還是就買下去 以及再請問我可以貸款 繳五年後就賣掉嗎 還是弟弟也要同意 因為沒買過房子 細節不是很懂 反正他就覺得說 他們家人對這件事情 都沒有非常的懂 只是他現在面臨這個環節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 他還年輕嘛 那他未來還有很多的規劃 有點無助啦 現在不知所措 下半部的部分就建議他先看三五線上三五的節目 頭期款五百萬是他爸幫付的對不對 其實就是換一種方式存錢而已 對他來說 其實如果這個房子登記是這個人的名下 那他不就是他名下的資產突然多了五百萬嗎 先跟大家講 如果這一題一般人在討論 可能就是這樣子討論 到我想說 那這完蛋了 名字寫自己的 五百萬是爸爸出的 先要給正宇稅 你沒有公胎還好 你一公胎 哇 先查你家的稅 哈哈哈 爸爸的這種 觀念可能是 反正一家人的錢就是一家人的 然後他只是換個房子而已 對對對 他照理說 他爸爸只是單純要換屋 只是他換屋的時候要把 貸款用他的名字拿去貸款 對啊 我覺得他的問題分成幾個 現在很多人 買房子都是爸媽給的頭期款 而這頭期款 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 經流的問題 很多一般人 平常人是不會被查 對 這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如果他跟他弟弟共同持有 這個部分就是要寫 共同持有 一定是50% 50%嘛 未來要賣掉 他一定要經過他弟弟同意 不然 他未來只能把他的產權 賣給他弟弟 第三個是 如何談條件 如何談他的保障 白子黑子說清楚嗎 這肯定是白子黑子要講清楚 就是 親兄弟名算帳 我跟我弟弟 我們錢是會算得很清楚的 當然如果說我們吃飯 誰付這個錢是沒有問題 但是只要我們是跟其他方面有關係 的話我們是講得很清楚的 不要讓自己有機會 會為了錢跟自己的親人反目成仇 尤其是這種 就是因為他是上一代的觀念 他想要照顧下一代嘛 就問題就出來了 但是實際上他照顧的是兩個人 他照顧不來 其實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 房子會增值啊 如果房子增值的話 那這增值的部分要怎麼計算 但還有一個問題啊 就是裝潢 裝潢折舊嘛 對 折舊就是誰用的嘛 對沒錯 所以說這個其實是扯不清楚的 好啦 那我們講一下結論 就不要你爸就是這樣 如果是一人拿一半的話 可以拿到250萬 怎麼樣都應該把它買下來 因為我莫名其妙得到500萬 500萬的頭期款嘛 對吧 我們就先騙他錢 假設我有一個弟弟 然後我跟他改錢很好 我可以跟他把這個事情說清楚 算帳算清楚 我覺得這樣也很好 就是把我們剛剛講的幾個點 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白紙黑字都寫下來 我們是很好說出來 可是喔 你要我是覺得說有一些人在他們家 他會覺得說 我是你弟你還跟我這樣算 我是你爸你還要跟我這樣算 就是你懂啊 就是有些人他會開始情緒勒索 那我們就用正常的商業邏輯的角度去討論的話 那這個東西我們還算的蠻清楚的 大家只要講好的話就兩親了嘛 可是我覺得 如果他們家庭是這種關係的話 我覺得 困難度是高的 好再來我們看到下一篇 每月兩萬台幣投資加密貨幣 露身實測買房 挑戰權記錄我們看一下 九月收益 五萬三千台幣 目前投資績效 負五十點五九 大家好我們是無可情侶 本篇來分享我們 八月開始投入兩萬台幣 加上一些零散的入金記錄 九月通風金要負五十%的慘痛記錄 初始入金三千四百零四的美金嘛 嗯就十萬 限值剩下五萬兩千塊的台幣 這這很正常 這真的很正常 共同投入一款區塊鏈遊戲 GameFi殘賠90% 那依據什麼資訊決定投入 恥高風險的同志標定呢 是判斷依據過去有類似 放置行鏈有十幾天內回本並獲利的時機 他說判斷是依據過去其他的遊戲 對 是這樣賺到錢的 對 然後他就以為他投資的那個遊戲 也可以有這樣子的收益 所以他們說經過了精密計算跟假設後 才一人決然投入 但是他們都非常清楚 高報酬伴隨著高風險 那從八月開始 初始資金十萬 然後他每個月還要再投兩萬 他們還想要繼續賠的意思 不過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他現在因為區塊鏈 其實最近在那個練友之後 大家會覺得說好像玩這個區塊鏈遊戲 好像是會賺錢啊什麼的 就打電動賺錢那個 打金 就叫打金 我們以前也有打金 但是到了區塊鏈遊戲之後 這個事情就升級了 就是你完全不是在玩那個遊戲 進去就是為了去打那個錢 但是其實就是如果你遇到了 就是這種所謂的熊市的時候 你就是你得到了一個幣 然後大家都比誰賣的比較快的時候 就是這種叫做死亡螺旋下降 如果你進入到死亡螺旋週期 在市場上所有的新項目 都有可能造成虧損 我看他們買的地其實都是還蠻新的 代表他們追最新的信息的能力 還是蠻強的 就有認真在研究 這一看就知道他們是真的認真 但是現在的週期是一個死亡螺旋下降 就是慢慢就是越來越少 也有可能很快 如果是一個牛市 大家都瘋狂把錢砸進去的時候 整個市值是會提升 就是隨便砸都會猛 或者是說就是市場比較瘋狂 不理性的狀態 如果你是在熊市的話 基本上你操作的越多 你就是賠的越多 或者是說你可能要去投一些 更穩定的資產吧 譬如說比特幣以太坊 你說它在怎麼跌 它其實是因為全球對它的這個需求 還在那裡 它底下這邊有很多說明啦 它為什麼做這個投資 然後它有什麼樣子的資訊 剛剛看的那表格其實就差不多了 它現在做這一些所有的投資 都是為了買房子 後要買房 你看不動產真可怕 你看因為他們是寫 他們是無敵情侶 就是他們是希望就是 以後要在一起然後買房 無殼 是無殼情侶 對不起 無殼情侶 無殼真的是無敵 我告訴你 看到這一種文章 我覺得還是很有感觸 因為他們是男生跟女生一起去炒壁 經歷過一起賠錢 然後還沒有分手 代表有機會走到最後 這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像我之前也有問我弟 我說那項目那麼多 然後現在大部分都在賠 然後你不是跟我講說 你們是10個項目 只要買到一支會火的 其他都賠是無所謂的對不對 我建議市場跟我講 對 但我們其實是做一級市場 像這對情侶 他們是做二級市場 就是說 市場上面他們隨時買得到這些貨 隨時可以倒掉這些貨 但是因為我們是投資機構 所以我們看很多的項目 可能是我們投資進去之後 可能要一年到兩年之後才會回收的 所以跟他們是不一樣的 好啦 反正加密貨幣的部分 就我覺得就這樣 分享到這邊啦 那有問題 也不要問 問了就是肥光 先這樣 好 各位朋友 我們這一集就分享到這邊 那最後感謝ECOBUS的 插窗機器人贊助本集的播出 各位朋友 如果大家對於去有房市 大家有什麼好的題材 或是你在哪邊看到論壇 覺得討論度很高的題目 也歡迎投稿給我們 那最後感謝我弟 今天來陪我們拍這集影片 那喜歡我們節目的朋友們 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訂閱、追蹤我們IG 更多問題 歡迎加入我們的LINE AT 會有即時的客服 我們大家再見 掰掰 掰掰